這個前兆還不錯 我們樂隊的演出告一段落了 我覺得我又可以回來拍教學視頻 但是你知道我是一個理工科男 理工科男有個什麼特性呢 就是很糾結 什麼事情都要想 都要講出個道理 就要一直去分析分析 我就分析我前段時間 過去那一個多月的教學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雖然很受歡迎 但是有點太亂了 你看 你看我到底教了什麼 這只是部分 因為我每次教學我就會寫一張 有些有留下來 比如說你看初學者的吉他Solo 這個不適合太初學者 平凡之路的八歌 用各種調來看他的調性 和和弦進行 這個布魯斯 哎呀布魯斯都來了 這個節拍器跟鼓蹟 來尋找節奏感 這個月亮代表 這是有人要求婚 他要在一個禮拜學會一首歌 這個他說 這首歌的和弦進行分析 還有彈唱的辦法 成都的節奏 不會只彈 假裝會只彈這一系列也很受歡迎 Euklele Euklele都來了 所以你看 如果你想要 好奇剛剛那些課程 你可以按我的頭 到我的主页去尋找 我之前其他拍的那些 但那些有一個問題 就是 有一些人他就會微信 你可以在我的屏幕裡面 字幕裡找到微信 有些人他用微信跟我 就是交流一些 一些吉他的問題 我就忽然發現 他是個超級的初學者 那這個超級初學者 他被我的視頻帶起了興趣 但卻被我的視頻給帶跑片了 帶亂了 因為我拍的太跳躍了 因為我是野路子 野路子 你看我並沒有自己系統的學過吉他 我都是用我自己的理解 那他就被我帶跑片 而且反而信任他學習的阻力 所以我決定從今天開始 我要做一個改變 我拍視頻就有一系列一系列 比如這一系列叫做 理財叔叔一步步學吉他 他就是按一二三這樣命名 我們就不要做標題檔 我們就 每個視頻都按這樣命名 一步步往下走 什麼叫標題檔 就是說像這種名字 在今日頭條上 就不會很受歡迎 可能就是有緣分的人 或者有心的人才會看到 那什麼叫標題檔呢 比如說 三更半夜我看到小姨子拿起了吉他 穿著睡衣竟然做起了那種事 像這種標題就會大概有二十萬人點擊 那做起哪種事 那就是彈月亮代表我的心 也沒做什麼事 這就是標題檔 本來很興奮進去看 結果是彈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這堂課叫做挑選一把吉他 還有他其他需要的東西 首先吉他是一定要的 我先講什麼不要 花筒不要管他 音箱不要管他 嗯什麼什麼背帶啊 這種也可以不要管他 琴的包啊 除非你要背他走來走去 也不要管他 不過有些人也要管 比如說你是一個很曖昧的女生 好 如果這個吉他有一個很美的包 會讓你的學習興趣 從六十分變成九十分的話 那你就可以買一個包 而且要買漂亮的 好 那什麼是要對 變調甲 變調甲呀 這個十幾塊 幾十塊都有 也可以先不要 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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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片的話 你要買那種 0.58到0.73mm 就是要比較薄的 但是 但是如果你沒有撥片的話 你也可以拿著名片 剪一腳 或者你就拿手 拿指甲先代替也可以 好這都不是必要的 其實真正必要就是一把吉他 那吉他要買多貴的呢 其實這個問題 你問N個人都有N個答案 我的答案是 你買一把 在你經濟範圍許可內 最貴的一把吉他 比如說你覺得 我花個一千塊 應該可以接受 但是呢 哎呀 我現在初學嘛 我就不如買個150的吧 有150吉他嗎 我就不如買個300的吧 那我告訴你 萬一你學成了 你還會想換 你換的過程中 你會更花錢 所以你不要做這個蠢事 而更有可能 你因為那150的吉他 300塊吉他 他彈出來可能很難聽 導致你在過程中 很快就放棄了 所以他更浪費 所以我建議你要買 在你的經濟範圍許可內 最貴的一把吉他 然後 每個人的焦貴程度 跟他的耳朵 跟他的手 以及他的心理的品味 焦貴程度是不一樣的 以我的這個焦貴的程度 我覺得我能夠接受 最便宜的吉他 大概是700塊左右 因為我彈過很多很多把吉他 那我覺得我 超過5000塊的吉他 我就沒感覺了 比如說一把5000塊的 跟一把1萬塊的 跟一把5萬塊的 再我彈起來 我覺得可能差不多 但在其他的某些人 比如說他手很靈巧 他的耳朵很靈敏 他可能就可以聽得出 5000塊吉他 跟1萬塊吉他的區別 那我是聽不出來的 除非我要裝 嗯 那是另當別論 那對我來說 我可能這輩子 我就會彈一把 最多5000塊的吉他 我就覺得很滿足了 當然你可能不一定 那我的良心建議 就是對初學者 我覺得一把700塊 到2000塊之間 吉他是比較合理的 如果你想買吉他的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們可以私下聊 然後呢 你可能需要買一本教材 或者是不要買 為什麼說或者不要買呢 因為我接下來會在 我的這個野路子 一步步學吉他系列裡面 一步步教你們 我是怎麼學起來 你可以看著它你就會了 你也不需要 因為我自己也從來沒有買過這個書 這個都是買吉他的時候送的 那我也會 過程中我也會 帶你們看一些這樣的書 告訴你 裡面什麼是重要 什麼是不重要的 在我認為 這一大本書裡面 99%內容都不重要 譬如說我來看看 譬如說 我現在講的是我的版本 你去找別的真正的老師 他可能告訴你 什麼都很重要 那我是偷懶 又跳躍 又野路子 又沒老師的這種人 所以在我看來 這是什麼 原調是幾 降調是幾 是幾幾拍 這對我來說是不重要 這邊是什麼 簡樸 這首歌叫什麼 因為愛情 它第一句是 Sola do do la do re mi re 給你一張過去的CD 簡樸就是這裡的123這樣寫 重要嗎 不重要 為什麼 其實以後可能重要了 但是 因為我們學 彈唱 你就要彈唱一首 你自己已經會的歌 比如說 給你一張過去的CD 他不用寫這個 Sola so 什麼玩意兒的 我也會唱 對不對 那萬一這首歌 我沒聽過不會唱呢 那他這樣寫 我還是不會唱 這就是像我們這樣 野路子的痛苦 我們就看不懂譜 別說五線譜 简譜也看不懂 所以一定得會唱的歌才會彈 不會唱的歌 看了也沒用 所以這個對我沒有用 然後這裡這個六根弦 六條線的這個 這叫做右手的節奏譜 我也不會看 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這什麼意思 我都不知道 他還要我把我的這個 演出的這個節奏寫給他 我也不會 我連看都看不懂 你還要我寫 當然不會 上面這個和弦呢 這個重要了 這個重要了 但是也不是完完全全 那麼重要 因為原版的譜 他都是把一些和弦 比較很 原汁原味的 把它寫出來 那有些就太複雜 太難按了 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學吉他的路上 包括我的演出 其實我彈的都是最簡單的和弦 都是超級簡單 簡單到了 簡單到了 你看了都不好意思了 那麼簡單 你不需要搞這些很複雜的東西 那什麼重要 歌詞 歌詞很重要 歌詞如果沒有你就會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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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說大家好 最時有啦啦歌 每一首都是啦啦 那就不行了 好啦 所以這堂課 這樣算不算講完了 我覺得算講完了 好 首先我跟你們分析一下 為什麼我要拍這一系列 另外就是我告訴大家 我是野路子 如果你要考級 你要找真的老師 你最好去找真正的老師 不要找野路子 理差叔叔這種老師 好 然後我之後會 按著這個標題 一二三的這樣往下拍 然後如果我有別的系列 我就會取另外一個名字 這樣我們就會比較好搜索 然後呢 這堂課我們講的是 關於設備 你不要糾結在一些 你暫時不需要的東西 相信我 你先去搞一把 合適你的吉他 有問題的話 可以發微信問我 好 今天先這樣子 拜拜 今天什麼都沒彈 不行啊 還是要彈一個東西 就剛剛那個好了 給你一張過去的CD 你看沒有歌詞果然不行吧 因為愛情 不會輕易悲傷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樣 因為愛情簡單的生長 應該可以亂改 隨便宜悲傷 所以一切還是年輕的模樣 因為愛情在哪個地方 依然還有人在那裡遊蕩 仍然還有人在那裡遊蕩 仍來仍往 好 今天的課就這樣了 謝謝大家 不要忘記要按我的頭 訂閱我 關注我 好嗎 拜拜